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真山工莊展 然後現在我要做的測試就是 打開那個3到6星的專武箱還有這個4到6星的專武箱 現在目前累積是三個 把這三個打開來看看我們3到6星跟4到6星能不能抽到超越最低的星數的專武呢 我們現在四孟一代 準備來開啟我們的專武箱了 先開第1個3到6星的專武箱 有沒有開到4到6呢 爛 意料重視 開 第2個4到6星的專武箱 我想要一個一個開 果然還是4到6星 最低的4星 不過開到蠻好的東西就是那個 龐桶的武器 旁桶的 這是點尾的 好 我們再累積下去 我們的次數喔 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各位 哈囉我們現在準備要來抽 開啟我們的第 第6個專武的箱子 一個3到6星的跟兩個4到6星的 準備開始第1個囉 3到6星的專武箱子 有沒有機率開到第6星的呢 咦 這好像馬 是馬 誰誰的啊 有點忘記了 4到6星的 第5個箱子 第6個箱子 呃 4星 果然都只有4星的 第6個箱子 這是孫上香的耶 4星的 孫上香 這個不錯 孫上香算是 銘 銘的武將內 當隊長的 蠻好的 隊長 因為他是全 武將加10% 再加15% 好 準備第 現在第6個已經開完了 再來準備第7個之後的囉 好 我們準備要來開第7第8第9的專武箱了 現在開第7個專武箱給大家看看 孔明的 依舊沒有提到 是最低星數 沒有比最低星數還有高的武器 第8個 第9個 哼 這是誰的 第9個 看一下喔 這個是太實詞的 棍棍 孔明 豬籃 OK 繼續下下去 哈囉現在準備要來開第9第10第11的 專武槍 第9個 第9個 不對應該是第10第11第12個 第10個專武箱 唉唷 3到6星的終於開出第一個超越 最低星數的 那個專武箱了 第10個 不錯 再來第11個 有沒有可能開到5到6星的呢 呃 實際上是4星的 第12個 這應該是關屏的 然後都是 目前有開出一個比較高星數的 還不錯 繼續 進去 哈囉現在要來開第13第14第15的專武箱 第13個 開始 呃 周泰 泰史池吧 14 也是4星的 禮典 15 這是馬超的吧 我記得這是馬超的 對 馬超的 一點 泰史池 OK 那我們繼續下去 哈囉我們現在來開第16個第17個第18個 專武箱 準備來開第16個 三星的 第17個 第17個 4星 啊對啦也是最低4星的 應該5星的對 第18個 又是這種 泰史池的 好讓我們繼續下去 哈囉現在準備要來錄製那個 第19個 第19202122 19202122 的專武箱開啟 第19個 喔這徐蘇的喔這是這個這個這個 沒看過的 這什麼東西 董卓的 董卓的這還不錯 留著 4到6星 開到一個 剛剛是開到徐蘇的 第21個 第21個 又是這個弓 也是4星的 第22個 4到6星的專武箱 最後一個 也是4星的 這張療 耶 我張療最近剛好 滿等的 技能的 剛好這個要用 哇但是他數值是差到一個不行 這不是要吸多久才吸得出他的好了 好啦 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收看喔 拜拜 掰掰